在教练的指导下 球员认真的进行防守传球机上篮等动作 这里是基隆著名篮球名校 基隆商工篮球场 全队在10月25号开拔到花莲参加 HBL全国高中篮球联赛16强资格赛 身兼基隆市篮球委会主任委员的立法人蔡世英 特别致政加蔡金 鼓励选手在球场上能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争取佳击 基隆商工传统上 就是基隆之光 也是我们高中篮坛的重要的一个竞与球队 那世英担任基隆市篮球委员会的主委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代表着我们对他的支持 所以我想我今天来到这边 有两个重要的目的 第一个当然是来为各位来打气的 我们期待他继续为我们基隆争光 为肖争光 那第二件事情是我也特别代表篮球委员会 向他们资争加蔡金 那希望他们在这几天 在花莲的比赛过程当中 能够获得比较好的营养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跟全国43个球队在做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们绝对不可以输给人家 过去基隆商工南球队曾获得全国第三名的好成绩 将带领篮球队远征花莲的金融三公校长红光鞋希望 这一届能达到重返全国八强的目标 我们期盼孩子都能够做到最好的自己 把最好的实力能够带出来 当然如果说真的有目标的话 我们期待就是机商能够尽早重回HBL的八强的一个行列 那我相信今年我们朝这个目标努力 应该可以很快的达到 为了提升基隆篮球实力 蔡世英也透露 近期将邀请职业篮球台皮队到基隆进行交流赛 那过去这几年来基隆市推动了许多的风雨篮球场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几乎每个区域都有风雨篮球场 对于我们喜欢打篮球的好朋友来讲 其实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期待未来有更多职业化的球队 也能够在基隆做交流 那这也是适应未来努力工作的目标 据了解HBL花联资格赛将从全国30支队伍中取前8强 11月到新竹市进行16强预赛 12月在高雄市举行复赛 明年在台北进行准决赛及总决赛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导